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欧盟的现状 看看它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 自1993年以来 欧盟一直在追求经济增长与竞争力 但这些策略的失败让人不禁怀疑 这个曾经充满希望的联盟 是否已经无法再前进 德拉吉的最新报告再次道告再次提醒我们 欧洲高能源成本的困境依然存在 但他的提议却与过去的失败者如出一辙 似乎无法带来改变 同时在美国拜登总统正计划在自己的故乡 接待四方领导人 强调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 这一切似乎是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努力 然而这样的外交行动能否真正改变国际格局 而另一方面 马来西亚则凭借其开放政策 成为美中竞争中的投资中心 展现了灵活应对全球变局的能力 组合来看 无论是欧盟的未来 还是美国的外交策略 甚至是马来西亚的投资潜力 这些都在提醒着我们 面对全球挑战 各国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与应对之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电讯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讨论了欧盟经济竞争力的困境 及其一系列政策的失败 自1993年以来 欧盟试图通过各种策略提升其经济地位 最初是德洛尔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策略 随后转向2000年的里斯本战略 和2010年的欧洲2020战略 最终到2020年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推出的绿色协议 然而这些计划并未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效果 尽管成员国数量翻了一番 但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近乎减半 与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更是扩大了50%以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 意大利前总理兼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提出了一项新策略 试图解决欧盟的经济问题 他提出了几个关键点 如高能源成本阻碍经济增长等 但是他的解决方案与之前的策略如出一辙 策略如出一辙 扩大欧盟预算增加欧盟借贷 在布鲁塞尔制定更多经济政策 并试图将欧洲打造成绿色能源超级大国 然而这些建议的实施可能性极低 且布鲁塞尔对进一步整合的热情也相当有限 德拉吉的报告可能会和之前的无数文件一样 最终无所作为 而布鲁塞尔及其支持者无法重新思考问题 仍旧坚持中央集权的经济政策和官僚主义 这种思维方式阻碍了创新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 导致欧盟在全球舞台上进退维股 成为21世纪的奥匈帝国 对朋友和盟友而言更多的是一个担忧的来源 而非独立的权力中心 在此背景下 英国的情况也引发了关注 尽管英国法律上已经脱离了欧盟的控制 但这种计划最终可能徒劳无功 欧盟内部的困境表明其传统的政策和方法已经走到了尽头 如果欧盟的领导人无法找到勇气放弃他们坚持的许多信念 那么他们迟早会被历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抛弃 对英国而言 并免重新陷入布鲁塞尔的影响中变得至关重要 真正的问题在于 盟内方法 欧盟机构以及支撑汤他们的现有欧洲精英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特拉华州的威明顿 接待来自澳哈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领导人 这次会晤旨在加强四国之间的战略共识 并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 特别是在应对中国影响力方面 自2021年首次举行四方领导人峰会以来 每年都会举行这类会议 以展示四国的团结和合作 这次峰会不仅是一次外交活动 更是一次展示四方国家在面对共同挑战时 携手合作的机会 拜登希望通过这次峰会向国内外展示 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立位 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 这对于重建国内外对美国的信心至关重要 在拜登的故乡威明顿举行这样的会议 使这座城市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当地居民对此感到兴奋 期待这些国际领导人的到来 能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与繁荣 此外 马来西亚也在当前美中竞争的背景下 凭借其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对中美两国的开放政策 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投资目的地 马来西亚贸易部长郑国辉在香港的一次活动中表示 马来西亚推行开放政策 与所有国家接触 特别是在其竞争激烈的半导体产业中 这种开放姿态促进了经济增长 马来西亚首将安华伊布拉金表示 马来西亚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中立和不结盟地 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以吸引投资 确保其作为全球第六大芯片出口国的地位 在庆祝马来西亚与中国贸易关系五零年的活动中 郑国辉进一步提到 许多中国公司已扩展到东南亚 以避免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关税 马来西亚坚持确保这些公司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 并与美国就规避行为的担忧进行接触 郑国辉强调 中马关系依然强劲 两国在彼此市场中的投资活动非常活跃 马来西亚将优先考虑那些对国家有正面溢出笑颜的投资 包括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和对本地公司的好处 展望未来 郑国辉对马来西亚政府自安华上任以来的稳定表示乐观 印制出强大的政府支持下 马来西亚已经展开了各种举措来加强经济和财政状况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崔建春也表示 中马间的政治信任并无问题 双方正在共同努力互相支持 进一步深化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总体而言 无论是欧盟美国还是马来西亚都在面对各自的挑战的机遇 通过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应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变化 各部的领导人都在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 维护国家利益 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欧盟已经走到尽头 这一点无需多说 从德洛尔委员会到冯德莱恩 各种所谓的增长策略和计划都失败了 欧盟在全球经济的份额几乎减半 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吗 我们要认清事实 让欧盟在经济领域领头的梦想 不过是海事蜃楼 史达默还在做什么美梦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郡 网友队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叫买或者是五位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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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flat